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这一次非常高兴 有给北科大的邀请 我今天来分享这个创新教学 还有一些怎么样提升学生动机 跟上课专注力的一些方法 这样子 好 那在我的今天的演讲之前呢 因为我的演讲通常投影片比较多 可能会高达一两百页这样子 所以我都会把最后的档案 全部都提供给北科的教职中心 所以各位老师不用急着操没有关系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请每个老师 你准备一下纸笔 操一下什么 三个你学的学到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可能最后会点几个老师 来帮忙分享一下 三个 那我首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是这个 现在是阳明交大的 理学院的副院长 那之前也当过 阳明交大的这个副教务长 副学务长 那你听到这个时候好像觉得 这听起来好像这个 服务好像做得很厉害的样子 但是感觉好像这个人 好像有点难以亲近 所以我来为了让大家真正认识我呢 我们来跟大家玩一个简单的小游戏 什么小游戏呢 我等一下会列出 十个关于我的事情 有一个是错的 有一个是错的 那我们等一下请大家来 这个猜一下哪一个是错的 第一个 我现在是这个 阳明交大的化学系的老师 但是我当年大学联考只考了25分 只考了25分 所以后来去当化学系教授 这个有合理吗 大家想一下 第二个是呢 我这个人对这个 什么学习很有兴趣 所以呢我现在目前的记录 是被把一个这个扑克牌打乱了 然后呢把它重新背起来这个顺序 只要5分钟 那我曾经参加过台湾的记录锦标赛 拿过第三名全台湾第三名 这样子这个会不会太扯了 你想一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第三个是 大家不知道刚才有没有镜头看到我的脸 我现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三个月就瘦了15公斤回台湾 结果现在啊这个十几年全部都胖回来了 哎这个是真的假的 大家看一下我的镜头里面的脸 那第四个就是啊 我现在还是在做太阳能电池的研究 但是呢其实这个我爸爸 这个超前部署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的名字叫做陈俊泰 但是我弟弟叫什么 叫做陈俊阳 哎 所以就缺一个 应该再生一个叫做陈俊能 就叫太阳能 你觉得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第五个呢 是我对很多事物都很有兴趣 所以呢我有一直觉得 这个网路上面赋语 就是就不嘴巴不张开可以讲话 我就很厉害 我就只来自学 因此就学会赋语 有这么简单吗 那第六个呢 我呃这个去年的时候 想体会一下学生报告的时候 有时候很紧张的感觉 所以我2020年去年 我就讲了几场这个脱口秀 这个talk show 哎这个老师这么忙碌的时候 有时间做这个吗 第七个啊 我这个人对乐器很有兴趣 所以我以前是学吉他的 那时候当年在大学的时候 想要精进我的吉他技巧 所以呢我就去了什么 国乐社学琵琶 最近我正在这个自学钢琴 那第八个是啊 其实我这个人生也没有那么顺利 你看好像我做了很多事情 其实我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那时候生病得到这个腮腺肿瘤啊 然后去休斯顿的癌症中心治疗了 然后把肿瘤取出来 这是一段这个很可怜的故事啊 好那接下来是我每天呢 规律静坐40分钟 那就早晚各20分钟 已经维持12年10个月 因为我觉得这个保持心灵的平静 尤其对我们老师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那第十个是什么 哎我最近想要这个 因为我们学校在拍这个podcast介绍化学系啊 所以我就创作了一个这个rap 就是嘻哈饶舌 就是化学系做什么 哎好那目前这个 大家应该都听到我的这个答案了 对不对 好那大家想一下 想个这个十秒钟 然后呢每个老师 你可以现在旁边我们是对话框吗 你就先不要打 你先写上你觉得哪一个是错的 你写到 我等一下会讲开始以后 你就把它打上去 然后呢你就打第几跟为什么 你觉得它是假的 我等一下会讲开始 大家打一下 可以现在讯息栏放一下 就是你觉得第几项 你写个数字 1234567890 然后就写下为什么 想好了想好了 又欣你那边听得清楚 好 好OK 非常清楚 那我们现在就 5 4 3 2 1 请大家打答案 哎呦第三个答案非常不错 这个刘慧伦老师说 应该没有现在全部都胖回来 因为现在看起来是瘦的 这一句真的是让我今天非常的开心 然后谈其他 学琵琶 然后赋语 各种老师的答案都有 然后很多老师觉得那个 记忆扑克牌没那么 没那么简单嘛 对 好 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几个 我点几个老师来回答一下好不好 嗨嗨 嗨 是施施老师 好 请问 因为我知道你刚刚进来 你觉得这十项哪一项是假的 我觉得第七个是假的 第七个假的 为什么 不是 我觉得看起来其实都很像是真的啦 只是我有点 那个不知道学哪一个 就鸡蛋挑骨头 对啊 感觉这个概念非常不错 好 那我们再点一个这个王清路老师 王清路老师开您的麦克风 好 王老师在吗 看你的麦克风 嘿 有听到吗 有有有 你觉得 什么都没有选 我知道 所以你觉得哪一项是假的 很难定 很难定 为了说不出来 说实在的 好没关系 因为你好像有设陷阱 哦哎 没错没错没错 没关系没关系 反正我们等一下有更大的陷阱在等着你 好 那我们接下来一个是这个 陈苏翰老师 陈苏翰老师来了吗 来啊 请开麦克风一下 你猜是哪一个 我猜应该是第七个 哦第七个是不是为什么 就是 因为觉得 陈苏翰这件事情好像不太 一般人好像不太会去做 哈哈哈 好好好 很好 我的答案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第九项 就是规律静坐 如果今天等一下有时间跟大家分享的话 就是我们老师都很忙嘛 所以我真正规律 我其实有在规律静坐 40分钟 但是每天 但是我目前是维持两年10个月 其他所有的事情呢 基本上都是真的这样子 但是目前只维持了两年10个月 对那我目标呢就是要这个 这个是这辈子就一直做下去 然后我打一个插讲一个小故事 我记得我两年10个月的今天 就是那一天 我那天晚上开始静坐的时候 我就跟我太太说 我要开始静坐了 我太太就说 你这个静坐要坐多久 他可能预期的答案是什么 10分钟20分钟一个小时之类 我就跟他说一个很有哲理的话 我要静坐30年 你会觉得很厉害 对就有点吓到我太太讲 反正我就是觉得这东西蛮重要 如果今天等一下有时间跟大家分享 所以答案是9 那这个跟为什么给这个 一方面是让大家认识我以外呢 一方面呢 这主要是我们等一下主要上课的时候 我需要一些直日生 那直日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直日生就是 他要负责陪我这个聊天跟提醒 提醒我 譬如说我是麦克风没有开 那我讲笑话的时候要负责笑 好不好 那我刚才已经帮忙点到 这个因为刚才有点没猜对 但是这个答案很接近 就是这个施杰妮老师跟这个陈苏翰老师 好不好 那你们两个呢 等下一个就是把这个麦克风都打开 好不好 就一直都打开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施老师可以吗 可以 那至于刚刚这个王清路老师 因为刚才没有找到答案嘛 对不对 很好 我们专门有一个职务给你 就是总结直日生 因为我等一下会上两节课嘛 那第一节课结束的时候呢 你要简单帮我讲一下你的心得 一分钟就可以 或是如果你想不到心得 你就帮我总结一下 或是你提出一个你想要问的问题 王老师可以吗 那应该没有问题 那等一下的话就是施杰妮老师 跟陈苏翰老师 你就一直把麦克风打开 这样子 好的 那我接下来再补充一点点 我个人小小的介绍 我就蛮多一些教学经验 那之前现在蛮热门就是 教学实践这个计划 我之前有这个软过一次 那除了教学之外呢 我自己是做一些奈米的研究 那我想很多这个老师 因为在座大部分 大家都是老师嘛 一定很大的疑问就是 我们老师啊 其实啊 大家都应该知道这句话 就是我们老师都要顾到什么 这叫胡椒炎 尤其很多要追求深等的老师 就是什么 我们要顾好服务教学跟研究 那我今天当然主要讲的是 关于教学 但是事实上呢 你等我讲完就发现 哦其实教学服务研究 三个其实是非常紧密相关的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 思杰妮老师 你觉得教学服务研究 哪三个最困难 教学最困难 教学最困难 那那个陈苏翰老师呢 我觉得也是教学 教学最困难 哎哟好不错不错 那我来讲一下这个 我个人发展出一个教学法 其实这是命名给他叫什么 就是斜杠教学法 所以我先首先来谈一下教学 那斜杠也不是什么特殊意义 因为大家现在很多人听到 叫做什么就我们要每个人要斜杠 其实也就是 我们每个人上课的专业内容 你可以 加一个斜杠 就可以结合任何其他领域的一个内容 把其他领域的这个活动 兴趣结合你原来要上课 来提升教学成效 任何的专业 任何的领域都可以斜杠过来 那但是你听到这个时候 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但等一下我慢慢讲就越来越清楚 那这是一些我在这个阳明交通大学的一些 这个教学的例子 那你看起来可能很复杂 好像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东西 但是呢 这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我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 想法来给大家 这是一个图 这个图代表什么呢 来 施老师 所以学生一开始 通常一开始来上课的时候 他的专注度怎么样 都非常高啊 对 非常高 都都蛮高的 但是呢 也不会到百分之百 但是呢 就已经蛮高了 但是随着这个上课时间呢 都越来越下降 所以呢 我们整个安排课程 怎么样提升他们注意力呢 就是有两点可以做 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那我要一直cue这个王清路老师 因为这个他等一下帮我们 summarize 所以最重要就是我们怎么要 譬如说学生一来上课的时候 他就提高他的状态 另外就是他上课的过程 有没有办法一直维持 他非常好的学习状态 就是level up跟follow 所以本来他这一开始专注度不高 所以时间就越来越高 所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让学生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专注度没有很高呢 就提高很多 然后随着上课时间 他可以一直follow 我说叫level up and follow up 这是一个 一个简单的概念 不过你们听到这里 可能觉得还有点模糊 就稍微仔细再讲一下 那在我讲教学之前呢 其实我的教学是跟我们交大 有个名产非常有关 那问一下这个陈老师 请问一下 你知道我们交大 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特色 名产 不是叫做特色 就是你来到校园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知道 或者很多爸爸 什么什么 这个 爸爸妈妈带小孩来交大 通常会参观什么地方 这我们交大的特色 小木屋松饼 小木屋松饼 这么厉害 你有来过吗 哎呦 厉害 我读清大的 哦你读清大 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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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没错 就是小木屋松饼 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 台大什么 师大中央都有小木屋松饼 可是呢 交大的小木屋松饼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交大小木屋松饼是创始店 所以呢 他这个里面的这个松饼 你知道吗 有这个很浓的香气 然后松饼皮又很脆的 那又比如说抹茶红豆松饼 这个 馅又浓 味道又香 你觉得热量太高 你还可以加个无糖绿茶 那这个跟我的教学有什么关系呢 我个人觉得一个好的教学 就好像我们现在教学很多的环节 就好像一个好的松饼 所以呢 我今天就以这个教学 相当一个好吃的松饼一样 不同的层面 你们都可以来用来改进你们的这个教学 这个譬如说 用道具啊 上课方式啊 报告啊 作业啊 考试 校外活动都可以来 达到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道具与实作 首先呢 像我上课的时候最喜欢用什么 小道具来辅助教学 举例来讲 我今天有带来 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荧幕 有没有一个这个小雨伞 这是我平常上课用 会带要设同一个小雨伞 这是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一般这个雨伞是 喜不喜欢水呢 不喜欢水 所以水它才当了雨伞 但是呢 像我在上课在教 什么材料喜欢水不喜欢水的时候 我就特别把这个雨伞带到课堂去 然后这时候呢 其实这个伞呢 是我在日本买的 它有什么特殊的设计呢 它这个伞面 大家看到很多白白的地方呢 事实上它这些地方反而是喜欢水的 所以是一个很特殊的雨伞 然后下雨的时候呢 在这个白白的地方 它的染料就变颜色 所以呢 下雨天的时候你就什么 从黑白呢 就变成人生就变成彩色 然后呢 学生看到这么神奇的一课的时候 尤其在他这个面前的时候 用这个食品 展示给他看呢 他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什么 学习效果 所以拿小道具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 接下来如果你要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让同学们更有参与感 我想很多老师都会做这件事情 就是什么 就是实作 举例来讲 像3D列影 我不知道那个 施老师 施老师 你有这个用 比如说用实作的方式给学生吗 就是讲语言 英文戏 哦你是语言的 是不是 好 对 那像 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很热门的领域 叫3D列影 像我平常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3D列影 但是呢 比如施老师 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看我画面上 有一只这个人吗 我的小竹脚有一个 哎 那个小鳄鱼 譬如说3D列影也可以印出这样的鳄鱼 可是你说他印出来时间要多久 嗯 我这比较没有概念 因为大家都以为3D列影 听起来都有听过 但是都以为他很快 事实上你真的要印出类似这样的东西 其实花非常久的时间 所以很多同学也是都没有概念 所以我直接上课的时候就干嘛 我就一边讲3D列影的原理 一边就放了一台3D列影机 在这个课堂上面 我一边讲课他就一边印 那讲了三个小时 大家发现一半都还没有印完 大家发现哦原来他的时间 到底是怎么样 那所以就可以很可以体会这件事情 另外我们也开始结合什么 譬如说我们可以让学生来做一些实作的产品 就会增加他们上课的参与度 那以上呢这是最简单 譬如说你拿一些实际的产品 加上实作 那这个很多老师都会做 接下来我要讲一点 我这这堂课真正要做的事情 就是什么呢 就是啊 我们现在上课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因为科学已经发展这么久 或是很多的理论已经发展这么久 通常我们跟学生 通常是比如说一个 一个这个理论一个公式 学生还没有好奇之前 你就跟他讲答案了 这样学生就一点都不想知道 就是他就是没有那么强的动机想要知道 但是我们来问一下陈老师 我问你 你人生有没有什么经验 你看到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真厉害 然后呢 你就哎 很想要知道这个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你很想知道 他最后还是不知道 甚至你还会去花钱看这个事情 但结果呢 你很想知道他背后的原理 但还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活动 或是什么职业 有什么表演 马戏团表演吗 马戏团你想要知道 譬如说有时候丢三颗球 三颗球原理是什么 对 或者是什么驯服动物之类的原理 哎 好 那施老师有没有别的答案 嗯 目前没有 好 所以我们就想说 哎我们应该跟什么职业来学习 让学生可以说 哎 我好想知道一个答案 老师你赶快教我 你我们先把他这个什么状态 提高就可以了 那举例来讲 我们这是一个职业 这个职业呢 展示一个特别的现象给你 不告诉你答案 引起你很大的好奇心 你看的时候很专注很专心 还会花钱去看 还没有办法知道答案 两位老师有想到答案吗 魔术师 魔术师 魔术师就是他demo一个事情 然后你花钱 结果看完以后 结果你还是不知道答案 结果呢 哎你就很想知道答案 我们就在想 如果有办法把 类似这个魔术师这个概念 因为他就是引起学生的好奇心 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变魔术 而是一个上课的内容 把学生的好奇心拉起来以后呢 我们再给他上课 哎他就会 这个很有这个学习的效果 我举例来讲 我有一门课呢 其实因为我是学化学的 我们化学的分子有长有短 所以我就常会带绳子 然后跟学生展示说 有时候绳子长有时候绳子短 然后他们这个我们通常是合成的时候 我们化学合成需要什么 最好每一根都一样长 合出来的材料呢 才会这个性质比较好 但是呢 有时候这个合成的 譬如说我们催化剂用错的时候 它的长度有长短不一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就来做一个这个 简单的这个展示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是我之前一个 这个实力演讲呢 我就把这三条绳子拿过去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目前都在等 所以我再给大家看一次 譬如说 今天是一个 第一根很短 那第二根高分子链 是不是比较长 第三根高分子链 就比较短 所以目标就是干嘛 目标呢 就是希望能够把每根高分子链 做成一样长 所以我们 像这个是 三根高分子链没有交连 所以它有六个头 这时候呢 如果你有经过这个什么 见证神奇的一刻 有没有 你就会发现 怎么突然这个 怎么变得一样长啊 你看第一根 第二根 第三根 变成一样长 有没有人从这个电脑椅上跌下来 可能刚刚一时没有太专心 你一直在想的这个程序 没有关系 那我再认真的 把它变回去好不好 那大家看一下 对 中的长度嘛 对 然后我把这个呢 打一个截 打一个截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大家这一次 因为你有电毛 所以大家在镜头上 可以把它放大好不好 看到 而且你到时候还可以回放 三条一样长对 仔细看 仔细看 发生什么事情 又拉开了 这什么意思 就刚刚呢 这个又变成三条 你看 第一条小的 第二条中的 第三条长的 好 那就刚刚的这个 谢谢 谢谢 好 虽然只有两个人开麦克风 但是这个掌声非常的热烈 非常的这个 是 好 好 所以你看 所以他可能是 大家就以为 这个 我就马上是见证奇迹的一刻 是不是 然后呢 就马上 学生就说 那为什么绳子呢 事实上大家有兴趣可以研究 他其实是跟一个数学有点关系 但是呢 我就跟学生说 绳子可以从不同长度变一样长 但是我们科学上 如果可以把每根分子都合成的一样长 这时候你知道本来学生刚来上课 没有什么专心的 就好像各位老师 你们刚刚不安专心的起来 有没有 就是这个感觉 就在进行深入的教学 为什么呢 我们已经把学生的这个状态 提升了 学生自然就很想要学习 那接下来 我们引发好奇心以后 怎样可以增加学生 在上课的专注力 这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那我首先来问一下 这个陈老师 陈苏翰老师 请问一下 我现在上课上到现在 还弄了一个小魔术 你觉得我们现在全场上课最专心的是谁 是开麦克风的两个人吗 哦 对 你们两个非常认真 但是有一个人 因为你们两个还一直要麦克风 一直讲话 对 但是有一个人 哎 有一个老师 他不用开麦克风 那他现在超级专心的 这个是谁 就是刚刚我们点的那一位 要帮我们做总结的 王清路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哎 这是什么道理 你会发现 王老师要超级专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等下要做总结 这什么道理 哎 这是我现在要解释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不管你是演讲 线上演讲 还是实体演讲 这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什么 这个我发明这个叫什么 综合Summary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在这个第一节课 比如说我上三个小时的课 我在第一节课的时候 就会指定一位同学 然后叫他们三个小时结束以后 上台总结 总结什么呢 总结这个 我今天三个小时上了什么东西 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个 施老师 譬如说像我这个点的总是点谁 点 比如说 哎 上 迟到的同学 我就点他来Summary 或者每次上课做最后面的同学 或者他本来就不太专心的同学 他就要负责Summary 那我问一下施老师 你觉得 这些同学 有没有看到 这一排同学坐在这里 我应该点谁来做Summary 我大概会点做最后面的 做最后面这个 看起来好像对不对 就需要什么 Google卫星定位来帮我们一下 就是他 就是 你看就是很容易被点 那 我这个事情什么 从此以后我每节课都这样 比如说第一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 从此学生不迟到了 因为我总是点迟到的同学 Summary 同学很讨厌上台去 那第二个是什么 我总是点最后一个做最后面的同学 从此学生就什么 就不做地雷区了 就很像看电影的时候 你看电影的时候 就不会一开始就往后面做 从此大家都知道了 做第三第四排 位置看电影最好的位置 我就不会点他 还有什么 很多譬如说 假设这个同学被我点到 他本来这个精神不太好 他三个小时超级专心 而且这个综合Summary有什么好处呢 譬如说你看一下大家的这个 我每次找一个学生出来Summary 你看大家多开心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老师其实常常上课有个习惯 譬如说尤其你上三四个小时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在最后一个小时就说 今天其实我今天上课的时候 第一个小时上了什么 第二个小时上了什么 老师都会有习惯想要总结 可是这时候学生就开始收书包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同一个人嘛 老师讲老师的东西 所以他就没有很专心 可是你主要找自己同学总结的时候 他就非常专注 尤其是当他有可能讲错的时候 而且呢 所以他会比教师总结好很多 而且呢你还可以每个同学可以想一下 复习一下你当天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 最重要是什么 三分钟乐趣无穷 譬如说你叫他总结的时候 乐趣无穷 你看大家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 为什么会有乐趣 这总结有什么乐趣呢 大家想一下有什么乐趣 事实上是这样子 譬如说我第一个礼拜 我就第一个礼拜 我就找一个同学 三个小时以后你要总结 那第二个礼拜我就说什么 我同样找一个迟到的同学总结 但是这个总结是干嘛呢 你今天用英文总结 有没有吓到 三个小时以后 你要英文总结 那不得了 然后后来有一次的时候 我就发现 听说 我就看到下课有个同学 用台语在跟别人聊天 我就说好 你这个同学下一节 三个小时用台语来总结 我们这个化学课 好不好 乐趣无穷 然后有一次 有一个上海交大的学生 来交换大陆学生 我就说 用你们上海方言来做总结 那孩子说这变化无穷 我还可以说 你今天不用讲 你可不可以用笔的来做 summarize 或是什么 我们问一下这个陈老师 陈老师你看一下 我今天叫一个同学我干嘛 我叫他画一张图 然后在黑板上 把我这三个小时 讲的内容整个画在一个黑板上 你觉得这容易吗 如果他没有认真听 应该是蛮难的 没有认真听干嘛 但是我上课一开始就说 你就是要三个小时以后 把一张图黑板画满 看我这三个小时上了什么 其实难度应该很高 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有一次把它拍起来的图案 为什么我特别把它拍起来呢 主要的原因是 我之前 因为我们老师自己上课 其实你有个大纲 大概要讲什么 那我们可能会举一些例子 内容 但是我们其实有时候 不知道他彼此之间的关联性 其实可以这样串来串去 但是这个学生 因为他被点到 summarize 还是用画的 所以他超级专心 而且他把我上课的 这第一个例子 后来用了什么例子 还有什么公式 全部 等于大家要先吸收 吸收以后要把他们关联性 关联性要总结 总结完还要画一张图 那主要的重点要画出来 所以你看 他不只把它变专心 我们还训练他临场总结的能力 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但这个事情超级简单 我们老师需要做什么 不用 你就一开始的时候 指派这个同学 你就负责做总结 是不是很简单 就很容易就造成 他们这三个小时 哎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 非常的专心 但这个有个问题 就是什么 这个方法不错 但是这样不就是他 就是这三个小时 非常专心吗 我问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干嘛 让他整个学期都很专心 这不得了 这不得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施老师你知道我们要怎么做 整学期 很专心 可能就是期末的时候 跟他们讲说 跟他们讲说 我期末的时候 可能会抽点 然后请大家做这整学期课程 大家好 没错没错没错 就大概类似的意思 所以我那时候学期出的时候 我就挑了两个同学 我就跟他们说 我们 因为我们期末考的时候 是整个学期的内容都要考 所以我们就说期末考前一个礼拜上课的时候 你们两个同学就花5分钟 把我整个学期 就只能够5分钟 把我整个学期上的内容 就刚好在期末考前一周的上课 帮大家总结整个学期上了什么 这疯狂啊 所以我们每个同学就他们 所以他们 这两个同学 每次上课都超级认真的 所以他们期末做什么事情呢 举例有一年就干嘛 有两个同学 他就改编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改成听俊泰的话 把我整学期的内容编成一首歌 那另外还有一年 就有一首歌是苏打绿林被写在我的歌里 那有同学就把它总结 变成一个高分子之歌 高分子之歌 那大家应该觉得 这个东西这个到底效果怎么样 那我们就来试听一下 试听一下 去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 因為他們這個歌其實很長 因为他把整学期的内容 全部都串在这首歌里面 所以这首歌蛮长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刚刚全场同学的欢呼的声音 所以因为他们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等于是用歌曲 歌曲本来就很有乐趣 然后还把整学期 所以他一边复习下礼拜 我们就要期末考了 所以他们唱到哪一句的时候 刚好就是上课的哪一个重点 哪个地方 然后他顺便在脑中 又有乐趣 还在脑中复习说的东西 那我问一下陈老师 请问一下 在这个听歌的时候 对不对 过程中谁应该是收获最丰富的 我觉得全班同学 全班同学很好 没错 但是其中我告诉你 有两个人保证是收获最丰富的 尤其因为我后来看期末考的这个答案 谁真的完美的答案是什么 就是这两个同学 我后来有点理解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同学学期一初 他发现他们期末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代表呢 他一定要把内容都搞懂 而且你想想看 他要把所有的内容写成一首歌 代表他那个讲义要翻几遍 才可以找出这个重要的内容 提炼出来做成一首歌 所以你看 这个方法不只是这个全班同学可以复习 连这两个同学就整个学习上了 就很容易这个学习的很好 所以这就是什么 这个我们讲的叫做level up跟follow up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提高状态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summarize 比如说我点了一个同学summarize 他马上状态就提高了 对不对 然后像这个同学呢 他为什么他可以一直维持 他良好的状态学习 这个summarize的精神是什么呢 关键就在这 这个叫做jobs to be done 比如说我今天点了一个summarize的同学 他过了三个小时他要干嘛 他要present 那我们等一下这个王庆路老师 他等一下干嘛 帮我们总结一下我讲的什么 或是他等一下问问题 他有一个任务要做 所以你就不会没有什么目标 所以你就会维持很良好的状态 那两个同学因为期末要报告 所以你只要有这一点 你只要想了这个 所以你只要能够让他们知道 you have jobs to be done 就可以维持他 在这个整个上课的过程中 维持的非常高的这个过程 举例来讲 我不知道各位老师 有没有参加过 譬如说我们有一些特殊的研习 然后呢刚好他这个一定要测验才能过 然后才能拿到什么东西 那测验超难 那因为等下要测验 所以你就超级专心了 所以老师也不用做任何的互动 结果你就学得超好 因为你有事情要做 所以这总结就是利用这样的概念 他要总结 所以他有任务要做 所以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好 那我们接下来想一下 所以道具跟实作 还有用summarize方法 都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做 那我接下来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上课的方式 可以怎么样来做改良 那现在我们很多老师上传统的方式 我觉得现在已经比较不一样 以前主要是版书 投影片 或是线上网络 但是很多老师其实会有什么 会用这个叫做 陈老师你是什么领域的 我是资讯工程 那你偶尔会请学生做小组讨论吗 比较少 我通过是整班一起讨论 那很不错 因为很多老师他喜欢做小组讨论 因为全班讨论也不错 然后另外偶尔也会做小组讨论 但是我发现小组讨论 有时候大家发现有个小问题 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你每个小组 比如说有六个学生好了 然后他们一起讨论 结果第一个学生说 这篇paper就是讲什么 那第二个学生就是什么 基本上第一个学生已经讲的差不多 他再补充一下以后 第三个学生 第四个学生 第五个学生 那通常只有第一个学生讲的东西 比较有点内容 之后就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小组讨论 都有点没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有开发一些上课不错的方式 结合小组讨论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上个几个礼拜 基本观念之后 我就结合了一个角色扮演 来做这个小组讨论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像我是化学系 我上了几个礼拜相关的内容以后 我可能就拿一篇相关的paper 比如说一篇science的paper 然后这时候 我就直接在上课上面 就把这些paper就发给同学们 让同学们去干嘛 自学 自学 然后很短 那时间绝对来不及 读完这篇paper 自学 那自学的时候 我请他们干嘛 他们要拿到论文所需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 大家想象一下 假设我今天把paper给学生去看 然后他去读 我会讲他会读了什么 很没有方向 但是我们就 比如说我们希望他在自学 自读的时候呢 可以干嘛 自己读的时候 他可以一直follow 很有专心 这是靠什么 我就这里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技巧 我就把这个学生拿到论文 与所需回答的问题 我把需要回答的五个问题给他 他就基本上一边读的时候 就一边在找答案 所以就基本上就是利用这个概念 他有jobs to be done 接下来呢 我简单了30分钟以后 我就把他们分组下去讨论 分组讨论的时候 很多老师会做分组讨论 可是效果都不好 然后我后来主要是结合了 这叫什么 角色任务这件事情 那这是什么事情 那报告完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叫小组的报告 但是每个小组的报告呢 还会结合什么角色任务 我等一下解释一下 什么叫角色任务 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篇paper的时候呢 我们有不同的角色任务 因为我今天学生通常拿到一篇paper的时候 他通常在以读者的观念来读这篇paper 那我们通常就是干嘛 比如说我就assign学生 比如说这一组里面呢 比如说五个同学 第一个同学是什么 你是正面审稿人 你专门只讲他的这个好的地方 心颖性啊 重点重要性在哪里 重要性在哪里 然后第二个学生你要当什么 你专门当负面审稿人 专门挑这边这个paper的缺点 那各位老师我不知道 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就是这边paper我觉得应该要聚 结果发现好像也找不到 什么理由可以聚它 然后你一直在想它的缺点 那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什么 叫期刊编辑 期刊编辑 它就从比较高的高度 我们这篇期刊的这个重点应该是什么 卖点应该是什么 那主要的这个观点是谁 然后呢 我在衡量正负审稿人的意见 我来决定这边paper是不可以发表 你看就把这个位置提到很高的这个位置 这个期刊编辑 另外一个学生当什么 业界厂商 你就一直狂想 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任何可以投资的商业价值 然后最后一个同学是什么 作者团队专门想什么 这篇论文的未来工作 因为我们常常老师 尤其在训练专题成研究生的时候 你常常觉得学生 怎么好像没有办法像老师 就是有点 很多学生你觉得他都见数不见零 没有办法比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个论文研究 下一步每次都要老师一步一步的跟 但是你看这样的训练就不错 可以 所以一个小组讨论的时候 每个人 譬如说第一个正面审稿人在解的时候呢 这个业界厂商就可以 你看 每个人都可以听从不同的角度的意见 所以你每个人都有新的东西可以讲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小组讨论的方法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的自学的部分 你看 我们有先给他问题 所以他可以有效抓到重点 他可以follow 然后在讨论的时候 你看每个人有什么 角色任务 如果你今天没有角色任务的时候 你在小组讨论的时候 你就 我今天没讲也没关系 但是你就有你独一无二的任务 你角色任务 那最精彩的是 最后我们上台报告的时候 每次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在小组报告的时候 可能派一个同学上去报告 可是你看 我们现在分成角色任务 所以可能比如说第一组的是一个 业界厂商上去报告的时候 其他组特别是业界厂商 其他组业界厂商就特别专心 他专门看他的角色到底对不对 那其他组在做直语辩论 所以你看这个小小的这个 其实只是一个这个看paper讨论 然后小组分组活动 因为不同的角色任务 你看就可以做得非常有效率 非常有效率 那至于这个idea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也不是我 这个我是从来来的 因为有一阵就发明了 发现了什么 我看这个学生很喜欢玩桌游 我们看一下这个 施老师你有玩过桌游吗 有 有玩过很多桌游吗 还是喜欢玩哪个类型 没有啊 因为我身边没有人跟我玩 但是常常听到很多学生 就很喜欢玩桌游 对不对 对对对 很有趣 那陈兽焕老师呢 有玩过一两个 玩过几个 你有没有什么类型 比较这个 你有玩过角色扮演类的吗 应该算是有 就是什么黑夜降临 然后要猜一个 是是是 黑夜降临是 然后谁被杀了 对对对 谁是凶手的那个 对对对 我解释给各位老师听 这基本上 像刚才黑夜降临 就是比如说一群人眼睛 闭起来 然后白天张开了 然后你的谁被杀了 然后我们要去讨论 非常有意思 学生超喜欢玩这个 我最近本来想把那个黑夜降临 改成那个什么 科技部公布之类的 这个桌游 就眼睛张开 你的计划被砍了 这样 然后我们想出到底谁被砍了 好了 那这个不差题 所以呢 像这个游戏 就因为它有角色扮演 它非常复杂 所以学生他就 非常容易被这个事情所吸引 所以这样的概念还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呢 一个就是什么 叫做书报讨论课 什么叫书报讨论课 尤其是大三大四 还有这个硕班学生 通常还有博士班学生 通常会有一个书报讨论课 什么意思呢 就是呢 每个礼拜通常是这样子 每个礼拜呢 有学生 可能用中文或英文 现在都 现在不是松语国家吗 就可能 这个同学你就上台用30分钟 报告你的paper 那每个礼拜一直换同学 然后像我们学校之前也乱过这件事情 后来我发现这个效果很不好 即使每个系 每个学校都在乱 为什么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同学在上面报告 他这篇paper好了 但是用英文报告 然后台下同学 因为报告的内容跟他没关系 因为不是他报告 所以很多老师就说 如果等一下有问题的会加分 但是很多参与度通常没有很高 还有这个书道讨论有什么问题 就是学生通常是用投影片报告 可是你会发现什么事情 就是如果这个学生 他的投影片报告 比如说他字太小 或者很多人就直接从paper 有些图就直接抠过来的 那也不重新整理 或等等的 或是他有 比如说上面写一些英文字 他根本文法就是错的 或者很多同学在讲英文报告的时候 就很时候常会 我有一些什么碎字 比如说You know I mean 就类似这种字 所以这几点就是 台下学生对他们报告 可能没有很有兴趣 而且报告的同学 他的报告技巧并没有进步 也就是在书报讨论课的时候 每个学生报告同学在报告paper的时候 最专心的只有老师 有时候老师也不太专心 其实主要就是报告同学 所以其他人的学习效果也不好 那这个同学下次报告 比如他下次去公司面试的时候 他的报告技巧也没有进步 那怎么样来改进这件事情呢 结合角色扮演 所以我就把它弄了一个类似桌游的活动 这就是这件事情 那什么意思呢 譬如说每个同学 譬如说在场 因为通常书报讨论学生不会很多 可能就20个同学 我们就可以抽很多的角色 所以台上有个报告同学 然后每一个人就是一个角色 大家可以看到 譬如说这有列8个角色 我举例来讲 譬如说假设今天台上同学在报告的时候 我今天这个同学我图了 譬如说我 譬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譬如说施老师 施老师假设抽到他是英文老师好了 那台上同学在报告 他一天要一边要听这台上同学报告的主要内容 一方面要什么 你就专注看他简报用字 英文上面有没有哪个东西很明显的 譬如说中英文夹杂啦等等的 然后或是什么 或是什么这个应该用复数 就用单数的这个动词 或是他口语表达 他有一些税制一直用这些缺点 那有些人譬如说你抽到杂志每边 你就可以说什么 譬如说我们这个陈硕环老师 假设你抽到杂志每边 同学在报告你就专门看他讲 你今天这个报告呢 你在投影片 是不是字都太小 或是这个台上报告的同学 你这个用了一些动画 本来这一页没有用动画效果不好 下一页你特别把一些 highlight东西用红字框起来 就非常有效果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就等一下等他结束以后 我们等一下就大家问问题的时候 每一个角色你就要干嘛 轮流讲出台上的同学 有什么需要改进 所以你看 所以不只大家听内容 而且还可以什么 使他这个报告技巧能够进步 能够进步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 然后现在不知道大家各位老师这个 这个下午的时候 还有没有这个 接下来是复杂的部分 准备了 反正这个 我看到施老师跟陈老师都玩过桌游 接下来是真正 因为你前面看到 这角色扮演有点像桌游 可是你知道真正桌游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我还有更复杂的 中间厉害了 中间有个同学抽到什么 就是Sman 这很厉害 Sman叫做这是超级上桌游了 就是呢 Sman就是台上同学不是 他看了这篇paper看一个礼拜 然后报告30分钟 然后如果你抽到Sman的同学 你等一下在这个同学报告完 然后所有同学问答完之后 你要上台用英文一分钟讲出 刚才这个同学主要报告了什么东西 是不是吓死人 所以学生的图片不想要当Sman 这有点深层 有点像真正的桌游 所以他可以伪装成其他的角色来混淆视听 那伪装成功的话 别人就换别人做英文准备 他如果伪装失败 他自己仍然要做准备 什么意思呢 举例来讲 比如说我们等一下 比如同学报告完以后 英文老师 然后我们就说 不是有两个英文老师吗 请提出刚刚这个报告同学 哪里英文要改进 结果这时候有什么 有三个英文老师举手 代表里面有一个什么 是Sman这样子 那因为Sman他可能临时在伪装 所以他也没有看英文这么认真之类的 所以 里面就有很多这个 复杂的桌游这个元素 你要一边看同学的英文 一边还要想谁才是真正的Sman 然后到底想不想报告 超级桌游 学生最后报告的时候内容是干嘛 非常的专心 所以什么事情 就是因为你台上的同学一般报告的时候 你就在里面的科学理论到底你有沒有了解 但是你知道大家有人会负责看你口语 有的会看你字的大小 有人会看你的flow 有人看你肢体语言 有没有做一些动作 还是你值班满满 所以你就会特别练习 所以你的报告内容会更好 或是你的一些台风会更好 而且你下一次会更进步 而且台下的同学干嘛 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任务 而且你这一次可能看当英文老师 那你下次可能又当了 譬如说你是美编大师 所以那有时候你就看演讲大师 所以你这样当几个礼拜以后 你下次等你自己报告的时候 你也会想说 那我这个等一下报告的时候 我手应该手是怎么样 我是不是应该自己拍一个影片 自己看一下 我是不是讲英文有什么穗词 我是不是字都太小 这样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效果 但这是把一个传统的书报讨论课 变得比较特别 那不过我刚刚这个八个调色 其实有个东西呢 我没有特别讲 我们来问一下两位老师 那个施老师我问一下 这里大家你有没有看到 上排有一个指导教授 他是干嘛 他提出专业内容疑问 跟提出未来实验建议 然后下面有个口试委员 他是提出专业内容疑问 跟提出未来建议 怎么跟指导教授是一样的 你知道他们有什么差别吗 猜猜看 就很像那个论文的Defense 指导教授就是自己的老师 口试就是课做文 你提出关键点了 口试委员通常就口试那天来 然后我们所以我们你知道他们差别是什么 因为我们书报讨论课你知道吗 所以口试委员 如果你是抽到口试委员的位置你知道吗 你就可以移到座位前面 然后有小点心可以吃这样 对对对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我们当老师 你知道小确心是什么 就偶尔当口试委员你知道吗 让他可以吃吃东西 然后一边听演讲 学生提早体会你看当口试委员吃吃东西 然后偏偏来提出专业内容疑问的这个地方 这个乐趣无穷 乐趣无穷 所以你看这样的概念就是什么 一样就是我们的level up跟follow 那我刚才就说 我怎么样让他学生在一个书报讨论 一直有任务可以做呢 就是什么 角色 比如我今天给他不同的这个角色任务 对不对 还有比如说我刚才有提出一个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给他一篇paper的时候 我提早给他说你等下要回答的问题 所以他就等于是一篇看paper的时候 他真正有方向去做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一下这个 我们今天的重点 还没到重点吗 是的 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这个作业 因为作业的话很多的老师通常 有时候会拿这个课本的作业等等 但是我觉得其实真正好的作业 好的问题才可以诱发学生的创意与思考 所以呢 我呢就做发明一些不错的这个作业 那首先我先把他这个 关掉一下 那我等一下放一个影片 然后我看一下那个 我先问一下陈硕翰老师 陈硕翰老师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什么 赋予表演 你知道什么叫赋予吗 有没有听过 那赋予表演给你的概念应该是什么 给我的概念 对对对就是用肚子讲话吗 对用肚子讲话然后做一个表演 好很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我先放一下这样 大家好我是陈硕翰老师 旁边这位是我的助教小吴 大家好我是小吴 哎哎哎哎等一下我要先暂停一下 不好意思 所以听得到声音哦 诶四老师听得到声音哦 嗯 可以 对哦你们两个这样 所以是这样子 我为什么现在要暂停一下你知道吗 因为我以前其实呢 我去演讲过 然后我就把这影片放出来 然后发现啊 我整个演讲讲完 影片放完以后 大家就说诶 陈老师啊 你这个影片的后置的声音做得不错 你这个是请哪个学生弄的 我后来就发现 我这个是富语 可我想说对哦 早知道我就不用练富语啊 我就直接后置声音就好了 但是但是因为后来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把富语练完了 所以所以等一下 我为什么要作为暂停呢 就是很多老师看这个影片呢 根本没有在看这个内容 完全在专心在看这个我的助教 我的助教叫小吴啦 完全在看我的助教讲话的时候 我嘴巴到底有没有在动 因为大家看富语的时候 没有人在看内容都在看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 等一下就是富语 所以等一下各位老师呢 你们等一下这个主要 你不要看我嘴巴动不动 偶偶偶会动一下 可是等一下我讲话就是我讲话 小吴讲话还是我讲话 但是等一下这个影片 我希望大家想一个问题 我看一下可能不只点点 可能找个老师来问一下 就是不只施老师跟上次 就是你们想一个问题 就是我等一下是一个创意的作业 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就好 就是我这个创意作业的发想 是哪里来的 我到底哪里 等一下我要播这个影片 是一个创意的作业 我这个创意作业的发想 想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就想这个问题 我们就 我们从头开始创 大家好我是陈建坦老师 旁边这位是我的助教小吴 大家好我是小吴 好那我们继续来讲一下 高分子化学课 证明课的作业 什么他有作业 哎呀小吴啊 这个作业啊 其实对我们课程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可是我最讨厌写作业了 小吴你相信我 而且我们这门高分子化学课的作业 是一个特殊由来的 由来什么由来呀 我好想知道 就是我以前上这门课的时候 只能有一个学生 上课的时候非常的认真 认真听课也认真超比记 非常认真 那我就跟我一样 这个你想太多了 跟你完全不一样 不过这个学生虽然上课很认真 如果没想到他 这个一下课的时候 就把手机拿出来玩游戏 玩游戏 那我就跟我一样 没错 这一点就跟你一模一样 后来我就跟他说 到底是什么游戏 比我的上课内容还有趣 对呀 到底是什么游戏 这个学生就告诉我 老师这是现在最流行的手机APP游戏 叫做疯狂猜成语 疯狂猜成语 这是什么游戏啊 这个学生后来就解释给我听 如果在这个游戏中的画面 如果有九只牛跟两只老虎 就可以从游戏画面下方的提示 猜出成语答案 我知道 答案太简单了 就是九牛二虎 没错 答案就是九牛二虎 后来我就在想说 这种简单的小游戏 竟然没有上课还有趣 那我要来发明一个更厉害的 就是疯狂科学猜成语 疯狂科学猜成语 这是什么东西啊 跟我们的中文业有什么关心啊 疯狂科学猜成语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作语 就是让学生利用上课所学到的物理不化学知识 结合中文成语 利用巧识来设计题目 什么 这也太困难了吧 我想录出来 这个作业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困难 举例来说之前硬化系有一位苏同学 他曾经出过一个题目 上面有一个化学反应式 下面有一颗石头 请大家猜一个成语 什么 这也太困难了吧 而且下面没有提示 不像手机APP游戏啊 诶有别紧张 下面有提示了 啊 可是我还是猜不出来 这是因为你没有认真的去想一下 上面这个化学的反应 化学反应 这个上面的化学反应 其实是一个对本二甲酸 跟乙二吞的反应式 可以合成出锯子高分子 你应该还记得酸加醇会产生什么吧 我记得酸加醇会产生只加水 诶没有错 那这个反应就是酸加醇会产生锯子 加上互产物水 所以刚刚的题目你应该就可以想出答案了吧 让我想一想 酸加醇会产生只加水 有水有石头 所以答案就是水落石出 诶没错 答案就是水落石出 哇 这个作业真是太有气了 嗯 还有更厉害的 之前硬化系里有另外一个王同学 曾经出过一个题目 题目里面是一个银光光辅足 也是要猜个成语 哇 这个更浓 我怎么可能猜得出来 这个题目要用心才能够猜得出来 而且要学过光学与材料的特性才能够想得出答案 我就留给你跟大家好好去想想吧 好 哇 一定会想出答案了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么高分子化学课的 这个疯狂科学猜成语的作业介绍 以后就请各位同学利用我们上课所学到的科学知识 发挥创意 在期目考之前上传你们的答案吧 好 这就是太有挑战了 看来我以后上课也要认真听讲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作业介绍就到这里了 大家下次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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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sorry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是是是 我把我回来我的投影片 好的 那这个 所以这个作业介绍有没有 大家看得到 就是 所以我們來找一下這個 有沒有那個 我們找一個老師 來回答一下 秦志賢老師 開麥克風好不好 是是是 秦老師有在嗎 秦老師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我剛剛這個影片 我找出一個創意的 作業介紹 請問一下我這個 這個想法是從哪裡發想過來的 不好意思我想不出來 沒問題 就是我這個創意的想法 其實是什麼就是去觀察 學生平常到底有興趣 跟熱情的東西是什麼 舉例來講我就是因為那時候發現 學生上課的時候很認真 可是什麼呢為什麼下課 在玩手機遊戲所以手機遊戲 一定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 可以結合到我的上課 所以呢 我就想說很簡單 我只要把這個 手機這個有趣的元素 結合我的上課就可以 所以他們這個瘋狂猜成語 九牛二虎 所以呢我就幹嘛 我就把它應用在我的課堂 我就變成瘋狂科學猜成語 那需要我去出題嗎 不用我完全靠學生 自己的巧思來做這個設計啊 舉例來講大家剛才知道這個 酸加醇產生紫加水對不對 那這個不就是什麼 水落石出 水落石出 好 那我們剛剛因為有另外一題的 我們請其他老師們 我們直接打在聊天室 我看誰先打出答案 不過大家先不要打答案之前 我先解釋一下這個圖 因為很多老師不是理工的 這叫photo-lumission 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一個發光的材料 發光材料 舉例來講 比如說我們平常看到的這個 日光跟白光 我們生活中看到的光呢 其實都是光的顏色的結合 我們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白光 其實是從藍光綠光跟紅光 三個顏色結合起來 就變成看到的白光 所以如果今天合成一個材料 會發什麼光呢 我就可以看這個圖譜 那不同的光呢 其實它的波長不一樣 所以這個x軸 叫做weflens 就是它的波長 那如果我們今天日常生活中 看到如果一個光的波長 是在450的時候 這種光呢 它的波長就在抖動 波長呢 如果是450就是一個藍光 如果是一個光的波長呢 在550就是一個綠光 如果一個光的波長呢 在650-700呢 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紅光 所以呢 所以就是不同的波長 代表不同的光 好 那各位老師可以搶答一下 所以你看我這個圖有沒有 我今天本來是一個paper 出現的圖 被一個同學出成一個作業 這是一個成語 哦 汪坤麗老師太強了 汪坤麗老師不知道是什麼背景 馬上拆出萬子籤筒 而且我們這個本來是APP 我還沒把它放下來 你看 是不是很像APP 有萬嗎 有紫嗎 有千有紅 我來解釋一下給其他老師 為什麼萬子籤從哪裡來呢 這個一定要學過這個相關知識 那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今天有一個光的波長 在450是什麼 是藍光 可是你今天看一下這個圖裡面 這個最強的這個peak 在400 這其實不在450 在400 所以它波長幹嘛呢 沒錯 我原來這個汪老師是化學器 是 所以它的波長還不到450 所以它這個波長比藍光的波長還要短 所以它是紫外光 所以紫外光的強度是1萬 然後另外一個680 這是個紅光 紅光的強度在多少 它1000 所以紫外光在1萬 然後紅光在1000 所以就是萬子籤 你看 這麼有創意的答案是誰想的 學生想的 那你就說學生很喜歡做這個答案題目嗎 我們來看一下 我後來就請學生去寫他們感想 他叫什麼 欸老師啊 我後來發現我把你的講義 從頭到尾翻了好幾遍 還是想不到厲害的梗 出不到厲害的題目 所以這叫什麼 學生不自覺在複習啊 我們出給他一個這麼有趣的作業 所以你看 他不自覺一直在翻講義在複習 以為在寫作業其實在複習 還有另外一個同學幹嘛 本來我叫他們每個人同學給我出兩題成語作業 結果有個同學跟我說什麼 老師你本來規定我要出兩題 但後來忍不住啊 多出了幾題啊 什麼意思 主動加碼學習 你叫他寫兩題作業 他竟然幹嘛 寫了好幾題啊 這個很奇怪 就是因為什麼 我們就是從學生到底 對什麼都有興趣去著手 所以我們讓學生可以沉迷於複習跟寫作業 而且這個題目越難 他們越有挑戰性 尤其我們現在很多對象是大學生 所以你看他們有時候在玩手遊 桌遊 其實很多東西難度都非常高 所以引起他們的興趣 很有挑戰性 他們就喜歡玩 那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就是啊 我那時候第一年 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同時有兩個班 A班跟B班 所以我後來呢 就把A班 我只叫A班寫作業 B班就不用寫 我是把A班寫出的成語作業 拿去給B班拆 所以A班要寫作業 B班不用 我就把A班的題目拿去給B班拆 然後有一天啊 我就突然收到一個B班同學 他不用寫作業 他寫給我一個E-mail 什麼意思呢 這是一個羅同學 他就說 誒 陳學老師啊 因為他開始 我把A班的題目拿去 他們B班拆 他就說 他就拆對了幾題之後 他就幹嘛 他就自己也出了幾題 因為他覺得太有趣了 還特別寫E-mail 希望我過目一下 所以什麼 他不用什麼 主動要求學習 他不用寫作業 有沒有幹嘛 自己也來要求寫作業 所以一切的概念 你看 就是用這個Level Up跟Follow 我們找出一個學生 很有興趣的事情 然後他就可以持續的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維持這個概念 那我不知道大家剛剛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剛剛不是請大家看富裕影片嗎 所以我不只是請大家看富裕影片 我有做什麼事情 我會在影片以前 問各位老師一個問題 請各位老師去想這件事情 因為我知道現在很多老師很喜歡 比如說找網路一些跟你課程相關的影片 可是你就直接放給同學看 其實很可惜 如果你在放影片的之前 你就先 你自己先看過影片 你想一個相關的問題 讓學生在看影片的過程中 不只有樂趣 而且呢 他是有任務要做 他知道有一個問題 他就會看影片特別的專心 特別專心 那我第一節課呢 可能大概就先上到這邊 為什麼呢 因為我等一下 要上一下 下面是我的重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等一下上的是什麼 因為剛剛有老師可能就想說 陳俊太老師 你第一節課講的這個東西 感覺有點太高端了 高端有點太敏感 就是 因為為什麼又是什麼變魔術 這個 summary感覺可以用 可是又什麼富裕變魔術 好像有點困難 而且很多 這個又是什麼桌遊 好像有點太複雜了 可不可以解釋給大家說 到底一開始就這麼複雜 沒有 所以我等一下下一節課呢 我會取我有一門課 這是一個高分子奈米材料課 我會從第一年超級簡單 第二年改良一點點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每年如何去演進 然後後來越來越複雜 這個過程到底叫什麼樣子 然後等一下會解釋給各位老師聽 但是呢 在我們這個第一場課結束之前 大家應該知道我們有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是因為我們剛剛有這個施老師 跟我們陳索寒老師當執事生 但是我們有一個王清露老師 要負責幫我們總結 是的 王老師可以開麥克風了 是是是 幫我們進 是是是 是是 又當學生了 你知道嗎 哎 有有有 你被掌聲淹沒了 又當學生也是個蠻大的 很開心啦 一輩子就學習啊 最快的事情就學習就是成長 今天也學到很多東西說真的 所以說受益良多啦 所以謝謝你們有這個機會 那我要總結的 要總結了嗎 哎對對 先總結第一節課就可以 我也會緊張 說實話 重點在第二節 是不是有緊張對不對 一點到是對對對 緊張又開心 一下子小路亂撞 嗯 那這總結老師就是說 我們講這個提高注意力 老師講的就是提高注意力 那第一點就是讓大家有參與感 然後你上來都會帶個小道具 然後你要表演 然後要引發學生的好奇心 啊 那不可以直接給答案 然後 還要這樣做 summary 我覺得這 summary當然很有用 但是講你把這老師的講完 然後給他做一個 summary的時候 讓他題目 那另外有就是手遊 然後呢大家角色扮演 分配工作給他們做 然後呢這個做的工作是屬於比較 將來是可能出社會啦 把他當成是教授啦 有這個高度 有這個非常大的高度 這個 big picture很大的高度 然後呢 激發學生啊 那這個學生的專注度就來了 這是大概 大概啦 可能我有遺漏的地方 再請這個老師多指點啊 可能我有遺漏 但總歸來說 就是要讓他們老師把這個上課的 這個學生的專注度 拉到學習成效跟他結合起來 這我認為是最大的收穫 那自然由這一個重點 就可以自然去觸發很多教學方式 那教學確實是一種藝術 也是一個表演啊 所有的行業都是 Every minute is show miss 哦很好很好 所有的行業都是做秀的行業 我也叫過補給班教的11 考驗就是我 是是是 所以說知道這個美生都要歷練不斷 要學習 所以我今天真的是來學習 學到很多東西啦 太棒了 太棒了 那我剛剛講的 不知道有沒有遺漏再請老師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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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非常好 而且我們等一下還有第二節 還有再找個同學來 summarize 這樣子 不過老師提到一點 就補充一下 就是那個邏輯很重要了 是是是 因為我是教英文嘛 那邏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翻譯 我們主力在翻譯 那翻譯還改這個論文 那現在改的時候 這個論文的邏輯都不通了 那你的邏輯不通的話 改出來真的就是我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又丟給學生說 那這個邏輯哪裡有問題 你為什麼會看不懂 上下文 是是是 所以我今天對於老師這個 真的蠻肯定的 蠻吸收蠻多的 非常感謝 太棒太棒 我們下一節課還有一個 英文解謎題 敬請期待 那化學 化學系 因為我已經是化學系 然後我前陣子 因為我剛剛有個題目就是說 因為我想要宣傳化學系 所以我就寫了一個rap 請問一下各位老師 化學讓你聯想到什麼 請打在訊息欄 化學讓你想到什麼 化學 周期表 很好很好 王老師不愧是化學系 來 大家都化學有沒有什麼印象 對 一大堆例外 很好很好 還有沒有什麼 塑化技說得太好 大家可以一邊打這個 化學給你什麼印象 然後實驗室 很好很好 那我現在呢 就來先來分 因為我們現在還在等一些老師回來 我就先來放一下 我之前跟大家講的就是 因為我最近要拍podcast 所以我就自己 因為我對rap也不熟 所以我就研究一下 rap到底要怎麼弄 我來找一個學生會beatbox 來弄一個這個rap 來介紹化學系 所以我們趁著在等其他老師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小影片 來啊 Yo yo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陳俊泰老師 大家都叫我阿泰老師 人生七十古來西 PV等於NRT 跟大家說一下化學系要幹嘛 每個科目都有它基本的學理 化學也有一堆要學習的定義 有機無機物化和分析領域 你以為就是那麼容易 有機化學 華為有用的分枕和真正有用的東西 分析化學 用一器分析材料的成分和觀燃機 無機化學 化合物離子墊金屬件通通都要學 物理化學 學分子動力學熱力學和量子力學 學了一堆每天還要做實驗 拿了兩桶滴管兩品牌可以燒杯 紀錄布寫融枝融劑配成容易 看似簡單做起來卻彈和容易 學完後應用超多 鋰電池蓄電池 燃料電池 半導體電競體電骨導體 感色器顯示器 熱力冷氣 智慧一發二一 奈米語一 化學畢業 可以選擇很多企業 長春 李長榮 宋銀院 鴻海 日月光 中科院 台塑 巴斯珠 工銀院 投了一堆 最後還是選擇台積電 那謝謝各位老師 那我們應該大部分老師都回來了 那我們又需要這個直日聲 直日聲 所以我來看一下這個 直日聲 那有的話你就可以把麥克風直接打開 那個我看一下 陳昭玲老師在嗎 是的 我在 那個麥克風可以 可以 可以吧 就把麥克風一直開著 好 然後來王友山老師來了嗎 王友山老師 王友山老師 好那你們兩位就是今天的這個直日聲 還是這個袁慧君老師 袁慧君老師好了 在嗎 我在 袁老師那我來 那我們就請這個王友山老師 當直日聲 就負責陪我聊天 還有陳昭玲老師 然後這個袁慧君老師 負責 summarize 好不好 如果你不知道 summarize 你也可以提問題這樣子 可以嗎 好 好好好 那接下來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這個報告 報告 等一下 王友山老師還是陳昭玲老師 是不是哪一個背景聲音比較大 我看一下 我的背景聲音很大 因為我在 那我再找另外一個老師好了 你是哪一位老師 我是陳昭玲老師 陳昭玲老師 還是我可能找另外一位老師來好了 好 那個劉慧君老師 劉慧君老師 來 要 來麥克風打開這樣子 好 就是您是直日聲 可以嗎 可以 所以王友山老師跟劉慧君老師 來聽我 來分析一下 我這個課怎麼樣演進 我舉例來講 我有一門課叫做高分子奈米材料課 那事實上很多老師會 譬如說期末的時候他都會說報告 可是你可以看到我第一年也是很簡單 期末的時候就每個人 一個人報告paper 是不是有點無聊呢 因為書報討論也在報paper 然後我們上一個課也在報paper 所以隔年的時候我就覺得好像有點無趣 有點無趣 所以呢 我第二年 第二年我就改了 因為它是一個奈米材料課 我就改成什麼 就是一個人報告奈米產品 那就請王友山老師跟 袁慧君老師 開麥克風這樣子 好的好的 這樣子 聲音比較正常一點 是的 好 那我們就回來 所以呢 我剛剛就是說 第一第二年我就改成奈米產品 可是呢這時候有什麼缺點呢 一個人報告奈米產品 是不是有點無趣啊 所以王老師你覺得應該怎麼改進 第三年的時候 還沒有想到 好 譬如說只有一個人 所以我應該怎麼樣 弄成多人或是兩個人 譬如說如果他是本來一個人 報告奈米產品的時候 他這樣就有點無趣 所以我就把它變成兩個人 兩個人報告的時候 他就可以做一些道具等等 好 那我們來問一下這個 袁慧君老師好了 袁老師 就是當我們有學生在上面報告的時候 你覺得下面的同學 會很熱情的聽嗎 可能一開始會 到最後就 對尤其全班很多組的時候 他們就會沒有什麼專注 所以呢 我後來隔年的時候就想說 我應該加入什麼 同學互相評分 至少讓同學的專注注 再提高一點 就是隔年弄出來的 就是本來只有上面同學在報告 那其他同學在上面 沒什麼事做 然後後來我就加了這個 評分的環節 可是這個呢 其實到這一年的時候 還有點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常常出很多作業的時候 學生就去Google 或是YouTube找一些 一些已經有的東西 然後當成報告 所以發揮不出學生的創意 所以我第五年的時候 我又改改成什麼呢 因為前面是報告市面上的奈米產品 所以我第五年的時候 改成什麼 就是這兩個報告同學 其實是什麼 是一個新創團隊 你們要有你的公司的名稱 跟一個logo 然後來報告什麼 這個奈米產品 所以市面上 不管這個文件上 有什麼東西 都是你比較的對象 所以就可以什麼 發揮學生的創造力 所以你看我就從第一年 第二年第三年 第四年第五年 從一開始簡單報 paper 後來就變成一個什麼 就各組上來報告的時候 是一個新創的一個活動 報告自己的奈米產品 然後來做這個 可是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還是有點無趣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知道 各位老師有沒有想過 就好像我們最近不是 這個股票投資很熱烈嗎 很多人就說我們今天把這個錢 拿給理財專員 幫我們投資的時候 常常就會虧錢 為什麼呢 我們就想說 因為這個理財專員 沒有把我們的錢 當做他自己的錢來看 所以這是什麼概念呢 我就把這個概念結合起來 就是啊 這是第六年的時候就改 改什麼呢 就前面不是每一組 要上台報告嗎 這時候台下的同學 幹嘛 多重角色概念又來了 上面有同學在報告 剩下的時候 比如說第一組在報告的時候 剩下所有的同學是幹嘛 你就是同時是另外一個角色 就是幹嘛 就是你也是天使投資團隊 所以你就想像 你現在有100萬的錢 投資金奈米幣這樣子 那你可以決定 所以你就會更加的認真聽一下 第一組到底報告的有沒有道理 這個東西到底值不值得投資 所以就增加了學生什麼 一些商業 一些理財的投資這個概念 所以玩起來就非常的有樂趣 那這多重角色的概念 也是剛才跟大家講 桌遊多重角色的一個概念 可是你有沒有想說 可是我講什麼100萬 哪裡去來100萬 所以你看 我因為我是奈米客 所以我就自己做奈米幣 有沒有 然後這最貴的就是我的頭 這個20萬 就是我的頭 然後在我這個客的時候 所以他們這個 你看就變得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就是每一組 就是要兩個人 要報告自己的奈米產品 而且每一組報告完的時候 下面的人 你就有100萬的錢 你可以去做競標 所以就變得非常有樂趣 然後這時候 但是我後來就發現 我這個課好像缺乏了一點什麼 缺乏了一點人生意義 可是很多人就說 老師你這個一般的課 需要什麼人生意義嗎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想像一下 像我們現在教的學生 很多是大學生跟塑班 但是你想想看 從一個小朋友 從一個幼稚園 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他進入職場之前 已經是最後人生 這個真正在學校的最後一兩年了 所以我就想說 我應該給他們一點人生意義啊 所以呢 我後來這個第八年的時候 活動變成什麼 就是每一組活動 譬如說基礎同學報告的時候 報告兩組 然後競標以後 我第三個的時候 我出案什麼 我可以把這個錢拿來幹嘛 競標人生夢想 譬如說你手上只剩下50萬 接下來我就說 什麼環遊世界 然後接下來有誰要競標等等 或是有沒有創業開公司 或是你有什麼人生夢想 就拿來這個競標 所以這個後來就搞得還蠻有趣的 這樣子 那舉例來講 競標這個活動 到底有沒有人參與呢 所以就是 有同學上面報告 然後其他同學就非常專心 因為想說 我這個錢我現在有100萬奈米幣 我到時應該要投資 第一組報告好的同學 還是第二組報告比較有道理 還是我應該投資我自己人生夢想 所以會是在順便讓他們想想 他們人生到底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影片一下 就是我們 47 50 我們交代田復甄說話了 50 55 田復甄 55萬 要在喊價嗎 55萬 55萬買兩封推薦信 進入知名的杜邦企業 是不是太便宜了 60 60萬 65萬 1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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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想 買的這兩個是你的未來人生啊 大家想清楚 100萬 100萬進入國際知名企業 做你的第一份工作 拿了還是成鈞泰老師的推薦信 是不是值得 100萬 100萬還有人很加嗎 100萬第二次 100萬第三次我們恭喜 對 對 好 所以剛剛那個聽完的時候呢 我要先澄清一下一件事情 什麼呢 就是我並沒有拿我的推薦信 對 我並沒有拿我的這個推薦信 去拿去競標 那但是呢 因為那個其實我是拿一個我簽名的這個名片 但是呢 偏偏這個競標的主持人實在太會講 所以他就把這個競標的這個 把我的名片吹噓成這個可以拿到我這個 很強的推薦信 你看 所以你看我們順便可以發覺這個學生是很有這個競標 這當主持人的這個 潛力的 那 所以呢 這個活動呢 你看 所以大家想想看我這個第一年的時候 第一年的時候 其實只是一個什麼 其實只是 其實只是一個報告paper的活動 對不對 一年只是一個報告paper 第二年變成奈米產品 第三年多一點 第四年多一點 第五年多一點 然後後來加上人生意義然後多重角色 這個等等的概念 所以你看 所以每年都可以一直長進 但是我後來再請學生想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的時候呢 欸 我這問題有點困難 請問一下王老師 你覺得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這好難的問題 不好意思 我每次都給你困難的問題 健康 健康 非常好 可以達成自己的目標 喔 達成自己的目標 非常好 我也不知道正確答案 但是呢 我在這堂課的時候 我想說 人生有蠻多重要的事情 像健康還有達成目標 也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說想說 欸 因為我們同學剛剛的目標 很多都是什麼 都好像都是一些個人的目標 有沒有 好像都跟別人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在這個活動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可能譬如說 第二組報告的時候 我就來一個 接下來我就印出一張A4紙 說有一個哪個同學是樂於助人啊 然後可能就有個同學就花的很便宜 可能兩萬塊就飆到了 但是呢 整個競標活動結束了以後呢 我就公佈就說 給剛剛那一個 有拿樂於助人的一個同學什麼 給他500塊 就是我們學校給我們的這個 老師的這個生日禮券 就是說什麼 因為你樂於助人嘛 所以這是一個什麼 我就把我的這個生日禮券 送給這個同學叫做好試卷 因為你樂於助人說 我就用這個500塊去做一個什麼 好的事情 所以我們順便還可以利用這個課 告訴學生人生的道理 所以你看 所以本來一開始只是第一年報告 paper 第二年報告產品 兩個人 三個人四個人 還有互相然後用競標 你看 所以後來才會弄得非常複雜 所以每個人的課 其實你都可以慢慢加一點 加一點就可以做出一些 比較不一樣你想做的事情 所以你看 所有等等都是利用這樣的一個道理 接下來我要講一下我今天演講的最大的重點 我怎麼一直在講重點 是的 這是演講算是我 這個考試算是我 比較特色的一個地方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一直好奇學生們 到底平常有興趣的東西是什麼 後來就發現 除了剛剛講的桌子以外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密室殺人遊戲 舉例來講 所以我有一次來跟我太太去參加 新北市有一個民宅 他弄一個密室殺人遊戲 像下面就做一個假人 我舉例來講 譬如說我們就到這個地方 這個假人就有人說 這個人是自殺的 這個人呢 你就看到他左手拿著槍 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他是自殺的 但是這個假人 你就看到他 後來我們就找到他辦公桌上 發現他有一個高中 高中的時候這個假人 他其實是一個棒球投手 那這時候 你就看到那個照片是用右手投球的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人是一個右撇子 那他躺在地上的時候 左手拿槍 所以代表 那不就代表他不是拿正確的手 去這個拿槍嗎 所以代表就是 他是他殺不是自殺 所以這種活動 我就發現學生超級矮的 那問一下這個王老師 你有玩過密室脫逃遊戲 或有聽過這類似的東西嗎 有 有去參加過 你有參加過是 小孩一起去 所以小孩有非常有興趣嗎 很有興趣 而且比大人還容易找到線索 真的嗎 所以小孩的觀察力 有時候比我們還厲害 對 我們可能有時候 腦中一直在想別的事情 這不錯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學生這真的有興趣 我可不可以把這個東西的元素 因為他還花幾百塊 幾千塊來玩這個遊戲 我可以把這個元素 帶到我的課堂 甚至是考試裡面 增加學生的上課動機 因為我覺得這個可以培養學生的 觀察力 邏輯思考能力 還有緊急應變能力 或是像王老師剛才講 尤其小朋友 我發現觀察能力 其實比我們大人 有時候還好得多 所以我就想說來結合考試 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我那一年的期中考 2014年我的期中考 前面就出了100分密密麻麻 非常艱難的課程 專業課目 但是後面我就加了一個QR Code 那個元老師 你有沒有看過人家 考試券上面有QR Code 沒有啊 沒有啊 所以我就當天 大家花了三個小時 寫完考卷之後 大家就有一個QR Code 你可以把它撕下來 去解這個題目 那最後這個題目是多少呢 兩分 兩分 好 那這個兩分是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你在晚上六點以前 只剩一個多小時 如果可以解出這個QR Code的謎題 就可以得到珍貴的兩分 那就很像這個密室脫逃了 那時候他們解 這個少了QR Code 就可以達到這個網頁 那這個網頁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這個一個網址 那上面有很多的這個數字 這數字很困難啊 你要跑片全焦大 然後解完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這個化學問題 你把它解出來 那你要跑片焦大 譬如說裡面有一個什麼炭烤雞腿 放在熱量是650基卡 你要跑到餐廳去查到這個問題 所以學生你等一下跑片 我通常是找新的研究生 剛好來上我第一門課的時候 我說他們跑片全焦大 解完化學問題以後 所以就可以得到這兩分嗎 沒有 他就可以進到第二層的網頁 是不是很整人 然後這個題目是什麼 我解釋一下第二層網頁 他就說分子量呢 分子量就是1萬 因為我剛剛有弄繩子 就分子量比較短的時候 他有一個什麼reputation time 就某個時間是45小時 然後如果我把分子量 從1萬變2萬 就兩倍 他的時間是多少 那上過課的同學就會知道 時間是跟分子量乘三次方 所以就變成45乘上 分子量變2倍嘛 就變成三次方 所以學生就會解出來 哦 360個小時 所以你看他們跑片全焦大 還解完這個高分子專業問題呢 最後得出360個小時 後來就答答案給助教 然後最後得到幾分呢 0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最後是要一個什麼 中文字 所以大家如果任何答案 可以隨時打在我們的留言欄 那我解釋一下這個答案是什麼 所以他們跑片全焦大 解到這裡 然後用高分子專業問題 解出一個360個小時 但是要怎麼樣轉成一個中文字呢 360個小時 一天是幾個小時 兩位老師知道嗎 一天 一天是24小時 所以360個小時就是幾天 360除以24 大概是15天 15天是幾個月啊 半個月 很好 半個月就是一個什麼字 胖字 這汪坤麗老師已經馬上丟出來了 所以你跑片全焦大 然後解完這360個小時 然後360個小時 15天15篇一個胖字 半個月半個月解這個胖字 可以得到珍貴的兩分 但是很好奇 到底有沒有學生會去玩啊 那我們等一下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那隔年的時候 因為我這個人哏從來不重複 所以隔年的時候 我變成什麼 兩個QR Code 兩個QR Code 那大家看一下喔 這隔年兩個QR Code 是怎麼回事呢 有沒有 其中一個是陷阱 那隔年的QR Code 有點有趣 為什麼呢 因為這跟英文有點關係 他們解完這個 所以他們在考試的時候呢 他們會點一個 線上一個解謎的題目 然後他們就解很久 然後解出一些字謎以後呢 這跟剛才幫我們 summarize的這個 老師很有 跟王老師很有關係 學生就解出一萬英文字 叫什麼 叫做hawks look hung on people 我們有些外文系的老師看一下 就欸 look是看嘛 on people people是人嘛 可是hawks好像是某種動物 hawks好像某種盤旋 那不知道什麼意思 但是呢 為什麼呢 學生還是解不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沒有用第二層的提示 這第二層提示是一個我們 這個科學專業的題目 最後他解… 就會解出跟同位數的關係 什麼是同位數呢 舉例來講 在我們課裡面 最重要的同位數就是氫 氫要換成刀 他們兩個都其實都是氫 叫Hydrogen跟Duterine 它是氫的同位數 但是事實上是同樣的東西 但是他們在中子散射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呢 上過課的同學就會知道 我要用同位數的概念在科學上面 但事實上這個同位數的概念 氫H換成D 也可以用來科學解謎 什麼意思呢 大家看一下剛剛這裡 Hawks look down on people 我們看一下袁老師 所以有沒有看到氫呢 兩個氫原子 我們H可以換成什麼 可能D Dogs look down on people 就什麼字啊 什麼意思 狗眼怎麼樣 看人D 很好 老師已經打出來 狗眼看人D 結果幹嘛 最後答案還是零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最後要答案一個中文字 因為狗眼是什麼呢 狗 大家想像一個字是什麼 狗就是什麼 犬 犬 右上方不是有一個一點嗎 就是他的眼睛 所以這個眼睛看人太高 所以要把這個一點呢 這個眼睛把它拿到這個 這個犬的下面 犬的眼睛太高了 欸 陳衛芬老師也太強了 馬上答出來就是一個太子 就是解出一個這個太子 所以你看 每年那個學生 又在瘋狂的解這個加分題 但是你就想說 學生到底想不想解這個問題呢 我等一下給2016年的題目 來給大家解答 2016年的題目 是我這個目前 歷年來最特別的一次題目 是我人稱出題的經典 什麼意思呢 就是學生呢 會從第一層的這個網頁 解決解決 我這個第一層契集就不講了 他們就用科學知識呢 去解出一串字名 叫做田嘉丙門口 田嘉丙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交大呢 有一個人叫香港人 他是田嘉丙先生 他捐了一段樓 叫田嘉丙光電大樓 學生就會跟著這個訊息 他就走到什麼 我們田嘉丙光電大樓這個門口 所以這一年的關鍵在哪裡呢 我們就請那個王友山老師來看一下 這個學生呢 他就會幹嘛呢 他就會走到 他就看這個線上地圖 就看到什麼 我們田嘉丙光電大樓 就是我現在在這個樓的這個門口 那門口這個出題的題目就在這裡 什麼意思呢 我就跟學生說 我們為了讓各位同學體會 化學就在你身邊的道理 所以我平常沒事呢 就在學校跑來跑去看有沒有加分的這個 提示 所以我這一年就特別出了這個有趣的題目 叫高分子密室當人之謎 什麼意思呢 我就請各位同學發揮我們硬化系的精神 應用化學系 走到田嘉丙光電大樓門口 去看一下路上地磚 他有一個密碼 好 這密碼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王友山老師你有沒有看出這地上有什麼密碼 看不太出來 看不太出來 因為不同科系有點看不出來 但是因為我是什麼 我是化學系出來突然發現什麼 這不就是化學結構嗎 本來一開始樓蓋好的時候 地磚本來是平的 後來他不小心這個下雨的時候年久失修 他就看著下雨 冬天夏天冬天夏天 他就列出裂痕出來的 列出裂痕這個形狀 他就跟我們化學分子一模一樣 而且你看 一格剛好一題啊 不得了 然後每天學生這個走在上面 從來沒有人發現了 所以我那一年的題目就幹嘛 請所有同學 請去我們前嘉丙門口的地板 然後你去拿手機 你們每天走在上面 從來沒有人發現 題目就在你的腳下 你去手機把它拍上 地上框框的這個照片 然後要我們正確的化學命名 用我們IUPEC 什麼叫IUPEC 就是國際化學委員會 那用正確國際命名 來寫出化學結構 那就是想說 這個真的有了 學同學會去找嗎 我們來看一下 我覺得後來呢 我平常的時候 因為是地磚嘛 所以我平常故意都不看地板 想要讓學生來解這個謎題 那你看一下 像不像寶可夢 就是我們學生那天 我找助教去偷拍的 學生如果解完謎題 你看就來這個地磚 然後來看一下 哪裡有這個答案 然後就找出框框 畫出他的正確的化學命名 那這個還是有解出什麼 田家餅門口地上的 那很多同學沒有解出來 他說幹嘛 辦公室門口徘徊不去 可是你想說 這個東西真的有人可以解出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我們 我們教大這個應用化學系 這個同學的一個答案 正確的化學命名 大家體會到什麼事情 哇原來化學就在你身邊 不得了 不得了 那我講到這裡 我就想請各位老師呢 在我們這個留言板 打一個數字 什麼數字呢 就是大家覺得啊 我這個每年的加分題出了兩分 你覺得我這個題目 大家覺得應該要幾分 維持兩分還是五分還是十分還是 這個二十分 大家請大家打一下這個 你覺得這個答案應該要幾分 有的老師說應該五分十分 二十分十分 十分 十分很多 但是好像沒有老師覺得應該要堅持二十分 郭老師說五分五分十分二十分 二十分很多 但是我跟各位老師講一件事情 事實上什麼事情呢 我啊 發現啊 我就應該分數越少越好 因為學生才知道這個東西的重要性 而且我發現什麼事情 有的很多同學啊 甚至已經畢業好幾年了 回來找我的時候 他就說老師不瞞您說 很多你當時上課講的這個專業知識 我已經忘了差不多 但是啊 你那個加分值啊 加分題啊 我永遠忘不了 所以你看這個分數越少 讓他們印象越深刻 而且你知道我每次 因為我們老師出題每年在那裡出嘛 通常那前面九十分啊 我大概出十分鐘就出完了 可是呢 最後那前面一百分 我大概出十分鐘就出完 結果後面那兩分啊 要花我半年的時間啊 那要構思啊 但是我人 人生我覺得最有意義的題目 就在這一年 2017年的題目 這個我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王老師 你有平常有在校園中看到這個東西嗎 就你走在人行道上 學校看到一些金屬的東西 有類似這種 欸有類似這種 但是有時候很好奇 像政大校園也有 欸沒錯沒錯 就每個校園都有 但是我就很好奇 就因為我一直想 學生說 因為我們現在有手機 所以平常走在路上的時候 大家就很少關心周圍 其實很大的意義 其實這是什麼東西呢 欸 有個汪坤麗老師說 跟衛星定位 跟衛星定位很有關係 就是什麼 這東西叫做裝衛點 它是一個都市開發 非常重要的依據 不管是校園有 你在台灣各個鄉鎮角落都有 也就是代表什麼呢 你就是譬如說我今天給你一個說 HA4731 他就說喔 這是哪個學校的哪個地方這樣子 所以我那一年呢 為了讓學生更體會這個 關心我們周遭這個道理呢 我就出了一個謎題 大家譬如說 大家看到我上面有兩個謎題對不對 HA 然後我弄了一個校聯跟一個星星 然後你只要能夠解除 譬如說假設我校聯解除數字是4好了 那星星解除是3 那我就可以解除HA4730跟HA4731 所以我只要知道它的號碼 我就可以知道它是在校園哪個地方 我就可以找到這個位置 譬如說我就可以找到 我解除它的號碼以後 我就可以找出校園它的位置 所以我只要找到這兩個中位點 那左前方就可以找到我最後的保障 就是最後加分題的提示 就是我的這個題目 但是我怎麼解除這個校聯跟星星呢 一切你看 我就一樣是結合專業知識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各位老師聽到說 有沒有注意到 我剛才講的斜槓就是 我always是要跟我的專業知識 環環相扣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我們化學裡面 用來分析分子大小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看他們都是要結合他們上課 所學到的專業知識來解謎 那這個解謎解完以後 他就發現什麼 他就解出這個校聯是4 然後呢這個星星是3 所以他就解出什麼 最後我就找 我只要在校園中找出兩個點 一個是HA4730 一個是HA4731 然後呢他們找到這兩個點以後 往左前方走就會發現 我們學校其實有一個涼亭 涼亭裡面有一個棋盤 然後棋盤裡面呢 有一個字叫做X X剛好是我們那學期 上課最重要的關鍵字 所以他只要把給助教這個X 他就得到關鍵的兩分 聽起來是不是還蠻簡單的 那為什麼我說這一年的題目 是我人生最有意義的一次題目呢 因為啊 我那一年呢有同學 他把這個HA4730 這個密碼解出來以後 他就跟我說 老師啊 後來我在我們這個學校的校園 走了三圈 把學校裡面二十幾個 裝備點都找完了 就是找不到什麼 4730 4731 還有什麼涼亭呢 我就跟他說 事實上啊 那個4730 4731 還有那個涼亭 地點是在我們隔壁的清華大學 不是在交大 他就說 老師什麼東西啊 你為什麼沒有把它弄到校園呢 我就說 我有跟你說 最後的地點 一定在我們交大校園嗎 他說是沒有啦 但是你 我就說 並不是我設限了你在校園裡面 是你自己設限你在校園裡面 所以學生最重要的道理就是什麼 我這一年要跟他們講 人生最重要的道理 不是在這個題目 而是在它背後的意思就是什麼 要think outside the box 有時候我們就把自己受限住 那也就是我今天來跟各位老師講說 我們怎麼樣教學演講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真正的創新教學 因為我們現在教育部 不是在推什麼 教學實踐計畫創新教學 可是我覺得越推行的時候 反而 譬如說各位老師會參加不同的研習營 workshop 可是有時候你聽越多的時候 你有時候反而覺得 我常常覺得很多老師反而把自己受限住了 我一定要用什麼 誰的理論 誰的理論 那有人用了什麼厲害的軟體 我今天有什麼互動軟體我可以用 但是事實上我跟各位老師講 我們真正的創新教學 我個人的看法 其實沒有任何極限 沒有任何限制 只要你自己覺得你對什麼東西有興趣 什麼東西對學生學習有興趣 都是所謂的創新教學 不一定 大家現在很熱門PPL 現在有什麼熱門軟體 現在網路上有好多什麼線上溝通 怎麼樣 其實沒有任何極限 這才是真正可以發揮各位老師 創新教學的重點 那我最後這個剩一點點簡短的時間 我就做一點這個小小的部分 那 所以呢最後 譬如說我還做了很多活動 譬如說奈米活動 我也覺得平常在教室裡面太無聊了 那我們因為我們新竹沒有地方去 有個地方叫聚城購物中心 然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韓國節目 叫做Running Man Running Man 那因為我是奈米的這個課程 所以我就帶學生實際去闖關 叫Running Nanoman 然後做了很多的事情這樣子 然後呢所以在過程中呢 其實也可以得到很多學生 這個很不錯的這個互動或是feedback 但是我覺得真正學生這個 你真正老師真的得到很最正確的feedback 並不是一些紙本上的feedback 而是什麼呢我舉一個例子 像我不知道平常老師在實體上課的時候 不是有個投影幕嗎 有時候我們上課的時候啊 你偶爾要去寫字的時候拿粉筆不見嗎 你就要去投影幕後面拿粉筆之類的 我就覺得有點冷藏 所以我一直想說我要用這個投影幕 去做一點什麼事情 所以有一次啊 我就上課的時候那時候那個禮拜五是這個萬聖節 萬聖節 然後禮拜三上課的時候呢 我就我剛好在上高分子橡膠啦 什麼等等的題目的時候呢 然後剛好這個萬聖節快到了 所以我就說哎 我要畫一個高分子橡膠的這個結構 然後我沒有粉筆 我說我就到投影幕後面去拿粉筆 一出來的時候我就幹嘛呢 就戴上我特製的面具來嚇一下同學 一方面紀念這個慶祝萬聖節整整學生這樣子 嚇一下他們 另外也跟他們講說 這跟我們高分子橡膠的結構很有關係 那一天是禮拜三嘛 那同一門課呢 禮拜五的時候 萬聖節當天早上還有一門課 然後那一天 當天早上在上這個課的時候呢 我就聽到學生很稀稀疏疏 不知道幹嘛一堆學生出去上廁所 上課當中的時候 後來學生就突然跑出來了 因為在幹嘛 學生還會特地打扮成這種萬聖節這個 裝扮 故意要下午跟這個助教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我們老師做的一些創意的活動 有時候你也會得到學生很真心的一些 feedback 那時候這會 我覺得這個是還蠻有意義的 那我最後簡短的講一下 因為我前面給了很多的例子 那我想用這幾頁來幫各位老師總結 當然我整個投影片也會給各位老師 就什麼呢 就是創新教學很多老師覺得很困難 我今天有提到level up跟follow 那你怎麼樣讓學生在整個過程中 可以維持他的狀態 你只要記得 用這個jobs to be done 這個簡單的概念 就可以幫助你很有效的 提升學生的上課跟專注力 但是有些小撇步 我要特別提醒各位老師 第一個就是什麼 因為很多人聽到我的演講說 好像這個很多雜七雜八又變魔術 賦予雜七雜八還有什麼競標 但是我覺得各位老師 如果尤其你是新進老師的話 其實我們很多創意的點子 都是慢慢累積也來的 所以你不用急 一點一滴慢慢累積這樣子 然後我建議各位老師可以放開心胸 你可以觀察一下周遭事務 有沒有什麼事情 感受生活 你有時候可以看一下 學生對什麼事情很沉迷很喜歡 或是你自己也可以 舉例來講 你不一定要找說 學生喜歡玩桌遊手遊我不喜歡 那你可以想想你自己喜歡什麼 你都可以沒有任何限制 你可以把它結合到你的教學裡面 像上次就有個老師跟我說 陳老師啊 我就喜歡過年的時候 玩玩那個刮刮樂 刮刮樂 那袁慧勳老師 你們跟王老師 你們平常會玩刮刮樂 沒有玩過嗎 會自己製作刮刮樂 自己製作過 那不錯 那我問一下 是袁老師還是王老師 你們做刮刮樂的時候 問一下 刮刮樂的時候 做的時候的關鍵是什麼 文具店有賣現成的 對 那我就來補充一點 就是我那時候就想說要弄刮刮樂 可是我那時候刮刮樂的時候想到一點 就是我們今天拿這個刮刮樂 寫學生對不對 可是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啊 就是我們把刮刮樂給學生的時候 大家平常去買刮刮樂的時候有一個重點 就是你這刮刮樂拿來的時候呢 你還沒有刮好之前就已經註定你會不會中獎 所以如果今天有好多同學 有的同學是 他是學的比較好的 跟學的比較差的 可是他今天拿來刮刮樂 這是純粹運氣的事情 我怎麼樣來結合 就是我怎麼樣做出一個什麼 有鑑定學習效果的刮刮樂 如果今天大家只是純粹拿刮刮樂的時候 就好像他沒有辦法學習 誰學老學的不好 所以這個舉例來講 我後來就做了一些這個 改進 比如說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譬如說 我有一次那個期末考的時候 譬如說我就說 假設他有個答案 最後一題是C好了 那這時候我的刮刮樂的時候 我就不是只有一桶刮刮樂 我就做了四桶刮刮樂 什麼意思呢 就是假設我今天答案是C的同學 他是正確答案對不對 正確答案的時候 他的加分題我就說 你的答案是對的 你得到珍貴的一分 而且呢 他的刮刮樂的右邊 有沒有 就會說我去祝他多益100分 那他因為他是正確答案 所以他的這個東西呢 就比較容易刮到好的獎品 譬如說 有時候也許我會送他們一點小禮物 譬如說祝他們多益考到900的時候 也許可能那一支的禮物 就可能會有一個同學獲得一個 實體的多益高分的寶典這樣子 但是呢 一樣有刮刮樂樂的樂趣 但是假設這個剛才那個同學呢 他答案並不是C 而是A或B或D 他可能那個刮刮樂的刮出來就不一樣 譬如說左邊這一格呢 加分題就只有0分 但是右邊 他一樣有刮刮樂樂的樂趣 只是什麼 上面可能比較多是一些什麼 祝你天天開心啊等等的這個 東西這樣子 所以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只要4分鐘了 所以呢 我留一點時間給大家問問題 所以呢後來我也蠻多東西 或很多老師說我只會用LINE啊 事實上有沒有 我舉個例子 因為現在有蠻多的軟體嘛 那事實上像最簡單 我現在我有一次 我現在比較沒有用LINE 但是我記得有一次的時候 我為什麼特別想要實驗LINE呢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很有趣 就是有一年的時候呢 因為我有一次上課的學生七十幾個 七十幾個 然後我那時候就點名 我發現我花了十幾分鐘點名 太慢了 所以我那時候跟助教那一學期 就玩了一個小遊戲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請學生加入一個暫時的群組 LINE群組 然後我就說什麼呢 就是說我等一下呢 我就等一下會打一個開始 然後學生就打學號姓名 然後呢 我就說等一下 我說我按了那個開始以後呢 我抓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同學要幹嘛 負責 summarize 所以大家看怎麼樣 我後來就打開始 開始以後 嘟嘟嘟點名開始 有沒有 一秒鐘不到 所有七十幾個同學全部點完 而且呢 最後發現等到 然後後來我打這個臉以後呢 後來有一個最後一個同學 是陳秉儀同學 大家看右下角 那他發現最後他要 summarize 他趕快按收回 偏偏他忘了這個line裡面 收回會被大家看到 這樣 所以他還是要做 summarize 所以就很多的idea 大家都可以去想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講到 那這個學習動機 可能這個實驗室帶領的管理呢 這個未來呢 其實也是類似的道理 也是類似的道理 所以那我舉一個例子 也是一樣 我簡單稍微提一下這個 譬如說 我們很多老師帶學生的時候 譬如說 我今天有幾個作惡學生 博士班學生要口試 其他的學生 事實上他們學習 非常好的機會 我就是用Job to be done 來訓練研究生 譬如說我就跟他學生說 每個人都要參加這個 學長節的口試 而且參加完口試以後 每個學生幹嘛 下下禮拜要報告什麼 三個你學到了東西 所以每個學生 在學長節口試的時候 那口試員問問題的時候 他們就會非常專心的聽 因為別人口試 但是因為你下下禮拜 你還要報告你學到的東西 所以每個學生就一樣 他會非常有效果 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 像我們每年都會派學生去參加 什麼兩天一夜的什麼年會 各種領域的年會 可是常常你就看很多學生 就跑來跑去 他學習效果不好 我後來就一樣 就規定我們年會回來以後 都要請學生 每個人要報告三件學到的東西 所以他們那兩天一夜的時候 他們就超級認真 因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事情要做 所以就會讓他們參觀 我們老師花一點經費 請這些學生去參加年會 他們就可以有很好的學習效果 後面的這個部分 可能因為時間的關係 未來我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些訓練學生的方法 但是或是等一下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再給大家這樣子 那最後大概是我的總結部分 那就是 我今天講的就是 其實斜槓這個概念就是 事實上不管是學生或是你 所有的事情沒有任何限制 全部都可以與教學來做結合 那我今天雖然講的是 學生上課的狀態 但是事實上我覺得跟什麼有關係 就是我覺得跟我們人的年紀有關係 或是跟老師當老師的這個時間有關係 就一開始的時候 好像每個老師都對教學很有熱忱 那隨著時間過去以後 我覺得我們老師啊 在教學還有人生的時候 好像這個熱情越來越削減 所以我覺得呢 一樣的概念 我們怎麼樣 可以有這個 Job to be done的概念 就是什麼 如果每個老師 你可以仔細想想 你的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像我 也一直在思索這個問題 但我就覺得 上課教學 尤其今天來跟各位北科老師 來分享教學 就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那也就是 所以我才會一直保持我自己的熱情 好 那這影片沒時間放 那最後給大家一句話 這個是 Benderine Franklin的一句話 他說 Tell me and I forget 如果你是單純跟別人講事情 他會忘記 Teach me and I may learn 如果你是教學的話 可能會記得 但是如果你真正把學生 讓他參與在其中 才是真正的學習 好 那最後就是我的演講的結束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 請劉慧文老師 來幫我們做一下分享 那我就今天先暫時講到這裡 好的 針對第二堂課老師的教導 我整理了三個方向 第一個是 創新的期末報告方式 年年修正次次進化 台上台下各有所思 全體參與多元發展 第二個部分是有關測驗的部分 是密室殺人結合測驗 觀察邏輯還有應變 QR code掃完 交大跑遍 測驗成為心情體驗 還有押韻 第三個是 教學請思跟運用 八個字 頭其所好 沒有極限 謝謝 好感謝 太好了 好 那我 我今天應該就講到這裡 然後那個 因為又欣我們這個時間 本來到這裡 是不是 反正如果還有一點簡單時間 如果 是不是有的老師如果要時間到 可以先離開 但是我可以剩下如果還有問題 我可以回答一下 公益老師是想問說 我來念一下 呃陳教授很厲害 多才多藝 反觀我們的上課 常常遇到的問題是 先點同學回答 上完課再回答 然後點到的同學默默無語 或跟你回答不知道 請問問題在哪裡呢 好的 我跟你講其實是 啊 舉例來我以剛剛 summarize的 譬如說英文 summarize好了 其實很多同學的話 如果你要他 summarize的話 你中途要一直cue他 他可能想說我到時候就這個 可是你中途的時候 你可能講到哪個重點的時候 就提示一下他 你一直cue他的時候 就提示他job to be done 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譬如說你叫一個同學好了 你英文 summarize 結果呢 他最後要上台的時候 他還是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怎麼辦 我們這時候就是有沒有 就是你可以把標準降低一點 譬如說你 你剛剛可能上了三個小時的課 他可能沒有辦法 一分鐘總結 那你這時候可以讓他選擇題 舉例來講 就是說 我今天的奈米課 剛剛講的重點是 奈米什麼管呢 或是什麼碳管呢 有沒有 那正常的學生應該都有辦法回答 這個就是奈米碳管這樣子 所以他有各種不同的方法 或是說 假設他回答不出來 我就說 那我等於 就是你可以用 就是你不用那麼死 你可以有很多的方法 比如說 假設他 summarize不出來 那就說 那我來問你一個小問題 有兩種答案 這次是還是否就可以了 那他自然會回答出來 有沒有 就臨時可以用很簡單的方式 那我記得有一次很有趣 就是我有一次下課 就看到有個同學下課 不認真準備 結果在玩魔術方塊 你知道嗎 我想說太扯了 後來就說 好下課結束以後 我就幹嘛呢 我就把那個魔術方塊的同學 找來台上 然後另外找了 原來要那個 summarize的同學 我就說幹嘛 我就把那個 魔術方塊的同學 魔術方塊打亂 然後我就說 我就請那個 魔術方塊的同學 要把它解完 解完之前 另外一個同學要負責 summarize 你看 就結合大家的這個興趣 這樣子 反正這個很多變化都可以做 不過就是我覺得 就是你要有彈性 舉例來講 我現在今天可能講的很多 都是成功的例子 但是事實上有很多失敗的例子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就是調整 哪個東西不太好 就慢慢調 慢慢調 不一定都會成功 但是就是 你有什麼這個特殊想法 全部就亂踹這樣就對了 是的 是的 舉例來講 我剛剛不是請了幾個老師 當指示生嗎 那可能有些老師本來 麥克風有問題 會有點雜音 那就可以隨時調整 其實都沒關係的 是的 感謝大家的留言 還有什麼 那還有其他的疑問嗎 或者直接開麥克風都沒有問題 是是 郭志宇老師 陳老師你好 是是是 那個 我也想要就是延續那個王老師的問題 就是我想請問的是說 因為我感覺你的課程好像 剛剛講的都是高分值的課程 應該都比較算是選修課 那如果今天我們開的是一個必修課 那學生本來 我的意思是說 他上課意願就沒有那麼的 強烈 因為選修課 他肯定是對課程 或者對你本人有興趣 他才會去選 那如果是必修課的話 那我們如何去 就是彌補這個 學生本身上課意願之間的落差 好 我覺得上課 因為我自己除了選修課的話 我有上必修課 但是 我應該給你給你 就是說 怎麼樣 我最重要做的事情 我今天好像忘了講 就是 我每年這樣子一直上課下來 我有一個不錯的習慣就是 我每一門課 不管是選修還是必修 我都有一個專門的Excel檔 譬如說他整個剛剛 然後我每次上完課 譬如說每個老師 其實你們上完課 每一次上完課 譬如說三個小時 他就是一個很實際的試講 你就可以看出 我今天特別講到哪個例子的時候 平常大家照理 對我這個必修課 結果都沒有什麼反應 結果今天突然講到哪個例子 又跟上課有關的時候 大家好像非常有反應 這時候你就應該幹嘛 趁你這個三個小時上完 又趕快把它抄下來 你明年再上到這裡的時候 你前一個小時 就稍微看一下 之後就知道了 所以就可以每年累積 累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 無論什麼樣的學生 就好像我兒子今年才上小一 我就發現無論什麼樣的小朋友 或是什麼樣年紀的學生 他一定有他有興趣的事情 只是那些元素 如果我們可以把它提取到 我們的課上 應該是還蠻重要的 我反而是覺得有時候 必修還有必修的好處 就是因為他們 勢必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可能可以利用他這個必修 一定要來的部分 所以像舉例來講 因為他是必修 所以他如果被當掉就很危險 所以有時候可以利用這樣的優點 所以你看我剛剛不是有一個 paper討論課嗎 我不會讓他們再回去自己做 我故意再上課 因為他一定要來 一定要上課的時候 然後我就可以讓他什麼 就是他有那個緊張感 反而有時候效果特別好 所以有時候缺點是優點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你就是 每次上完課 然後自己用 就每次整理是一個非常好的習慣 因為你等於自己試講了 不是試講 就自己講了三個小時 今天有哪個例子 講的特別好 哪個笑話很好笑 你就趕快把它記下來 明年就可以用 你這樣累積十幾年 就越來越好 好 那還有老師有疑問嗎 可以再疑問 那我們最後一分鐘好了 如果老師就是結束後 還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聯繫我 或者是直接聯繫 那個俊泰老師都可以 對 因為我今天本來後半部 未來可能還有機會 就本來要長一些 其實跟帶領學生是一樣 因為 我今天雖然是講教學 可是很多老師說 我要顧研究 哪有時間去弄教學 那事實上 很多的教學元素 全部都可以在你的上課 跟學生 開group meeting等等 其實全部都可以用得上 或指導學生寫論文 其實是一樣的事情 這樣子 大家可以多多加油這樣子 喔 我會提供投影片 對對對 我會把我檔案全部都提供給北科這邊 這樣子 沒問題 我有240幾張 然後連我沒講的我全部都會附上去 沒有問題 對對對 然後如果你們看有些我沒講的話 如果你們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直接問我這樣子 對對對 謝謝君臺老師 好好好 謝謝大家 那我就先離開 那大家就等那個調查 好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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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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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